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 谁说哪有 谁说哪 Go ahead and start OK You're on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3日星期五 农历10月29 我是雅秋 我是李雅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 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中午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台长信香 西城美丽说 天方夜谭 新林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运唱谈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HDFM98.9Channel3 网上收听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下载 KKNWA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美国多地已经出现 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进一步引发公众 对一直尚未平息的新冠疫情的担忧 医学专家说 尽管目前 就说奥密克戎致命性较弱 还为时过早 但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恐慌 尽快接种疫苗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 最新变异毒株 奥密克戎 确认已经进入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四在美国卫生部所属的国家卫生研究所 发表演讲 宣布了他的政府最新的冬季抗疫措施 拜登总统宣布的最新抗疫措施 除了要求医疗保险公司承担费用 让民众可以在自己的家中 进行自我新冠病毒测试之外 还对国际旅行者入境美国 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筛查 在对中国和朝鲜的关注不断增加之际 美国正在接触更多的印太盟国 试图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不至于失控升级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星期五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通了电话 同意很快进行新一轮的安全磋商 美国国防部有关这次通话的新闻稿 强调了奥斯汀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 声明还说 两位官员讨论了深化防务合作 以维持地区威慑力的努力 声明说 他们还强调了美国、日本 与大韩民国之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五 遵促各国做好准备 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病毒感染人数 有可能出现激增 并指出不能放弃现有的治疗 德尔塔等病毒变种的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明洋区域主任 和西建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 边境管控可以争取时间 但每个国家和社区都必须为新病例的激增做好准备 他说 我们不应对未来出现更多激增感到惊讶 只要传播还在继续 病毒就会继续变异 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 提醒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他还表示 到目前为止 现有的信息表明 我们不必改变我们的方法 Congo Hold Up是包括RFI法语在内的19家媒体 在欧洲调查合作网EIC European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s框架内发起的一项 联合调查报告的名称 这一报告围绕媒体所掌握的BGFI银行 金沙萨分行 BGFI Bank RDC的数百万份泄密文件 揭露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前领导层 涉嫌挪用大笔公共资金 并收下中国人支付的高达近6000万美元的贿赂 美国非政府组织哨兵的一名资深调查员 在接受RFI的记者专访中表示 大部分汇金经过纽约的银行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云 最低气温华氏40度 摄氏4度 明天有雨 降水概率75% 最高气温华氏43度 摄氏6度 最低气温华氏39度 摄氏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6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很少提及接班人问题 大概因为他已经破了中共自己的党规 废除领导人重申制 隔代指定接班人 总书记只担任两届 总共不超过十年 以及七上八下等不成文的规矩 不过在六中全会通过决议 为其二十大续任造足舆论后 他的亲信中组部长陈希 12月1日十分蹊跷地 做出一项重要暗示 陈希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一篇阐释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文章 题目很有意思 必须抓好后继友人 这个根本大击 文章称 能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 决定中共和中国的兴衰存亡 他还引用习近平的一个说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归根结底 在培养造就 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他还称 培养接班人并非越年轻越好 政治标准第一 有分析称 陈希的表述 至少说明接班人问题 中共党内争议未平 习近平去接班人 并未让全党放心 在中共内部 接班人问题自习近平以来 是一个禁忌 除了习本人 别人是不太敢提的 提出来就会被视为 反对两个维护 对党不忠 也就是说 对习近平不忠 或者用天津市委书记 李文忠的话 忠诚的不够绝对 现在陈希突然在二十大之前 半遮半眼的提到 接班人问题 颇为蹊跷 但仔细看 其实要害出在时间点上 陈希一讲 接班人重要的 要看政治标准 而不是是否年轻 所谓政治标准 讲政治 在习式术语中 就是两个维护 特别强调这一点很诡异 就是说只要忠于党的领袖 习近平年轻年老都在其次 第二点 接班人总要有一个大体的时间阶段 陈希讲得很笼统 大约至少到2035年 甚或两个百年目标 全达到了年份 如果习的健康和寿命都允许的话 分析人士认为 陈希谈接班人问题 其实是在安抚党内 党在培养接班人 各位都可以好好努力 用习近平的话说 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问题出在如何解释 这个一代又一代 也就是时间点的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跨度很大 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要完成中华复兴梦 如果从习时代这个时间跨度看 环视习周围的亲信 无人能够真正接班 世界日报目前有分析指出 如果习在执政十年到2032年 那样的话 差不多一整代中共高层 都被剥夺争取最高领导人的机会 不但现在六十岁左右 被视为可能接班的人 如陈敏尔 胡春华 李强和丁薛祥 再没有机会 就连现在四十五岁以上 十年后五十五岁的高层干部群 也失去机会 因此差不多整整一代中共高层领导中 具有奔顶最高权威野心者 理论上都可能成为暗中反习的人 在3100亿美元债务重压下 艰难挣扎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 恒大集团 星期五警告说 该集团可能缺乏资金流动性 无法继续履行财务责任 中国监管部门随后赶紧为投资者打气说 中国金融市场可以得到保护 不至于受到负面影响 恒大集团难以满足官方要求 减少债务的压力 助长了恒大可能发生债务违约 并触发金融危机的焦虑 经济专家们说 全球市场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因为北京希望避免出手拯救恒大 银行和债券持有者可能会受到波及 恒大集团在通过香港证交所 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在审议了恒大的财务后 鉴于目前的流动性情况 本集团不确定是否拥有充足资金 继续履行财务责任 随后不久 中国监管部门纷纷发表 中国金融系统强劲和债务违约率低的声明 试图让投资者安心 这些监管部门说 多数开发商财务状况良好 北京将维持借贷市场的运行 中国证券监管委员会在其网站上说 恒大事件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 外溢影响可控 中国银行保险监管理委员会说 恒大事件不会对我国银行业 保险业的正常运行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中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去年 北京交紧了对开发商借钱 发展业务的限制 以遏制公司债务激增的现象 担心这会威胁经济稳定 自从2018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一直就把减少金融风险 当作一个优先事项 恒大集团是全球房地产业最大的欠债者 欠下2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相当于3100亿美元的债务 多数债权人是国内银行和债券投资者 恒大还欠外国债券持有者 190亿美元 恒大表示 有2万3千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相当于3500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该集团把这些资产变成现金 以支付债券持有者和其他债权人方面 遇到了困难 今年10月 恒大叫停了 以26亿美元出售一家子公司的股份的计划 原因是买方未能符合条件 恒大星期五的声明说 该集团收到履行一项金额 为2亿6千万美元的担保义务的要求 如果这一义务无法满足 其他债权人有可能要提前要求偿债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12月2日向联合国提交冬奥会休战协议草案 虽然联合国大会当日通过这一奥林匹克休战协议 但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并未获得美印澳日等20国支持 中国驻联合国官网介绍 根据联合国有关在奥运会开幕前 7日至闭幕后 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一项决议 作为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 中国按惯例提出奥林匹克休战协议草案 中国外交部刊载的稿件称 2021年12月2日 第7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北京冬奥会 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173个国家参与共提 创下近几届冬奥会休战决议 共提国数量最高 不过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与另外19国拒欠这一 确保冲突不会干扰比赛的惯例协议 旨在向中国传递对新疆侵犯人权 香港问题以及网球名将彭帅事件的不满 悉尼《陈区报》报道说 这一协议未得到20国支持 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 美国 印度 澳大利亚和日本拒绝签署 五眼联盟成员国除了新西兰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都拒绝签署 中国官媒周五宣布 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设立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和三名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路透社的报道说 此举显示 北京认为外部资金流入澳门等地博彩业 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正在加强对相关事务的审查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 中国政府11月30日 就澳门特首的提请报告做出了批复 同意在澳门设立国安顾问 批复还表示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 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担任 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则由驻澳门联络办公室相关人员担任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职责是 监督 指导 协调 支持 澳门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职责是 协助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并就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练习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练习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议 批复称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的部分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距离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 保险理赔太少 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 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 找Tina 425-988-0388 425-988-0388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 保护环境 对 其实啊 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意的方式 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 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 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李昂 我是雅秋 今天是2021年12月3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2月9日至10日 来自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的领导人 将一起出席由拜登总统主持的线上民主峰会 这次峰会召开的背景是全球民主出现衰退 维权主义正在大踏步前行 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质疑峰会的合法性 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质疑峰会的有效性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相对于解决问题 这次峰会更像是拜登政府吹响的集结号 号召民主国家正式挑战 以便共同应对挑战 他们还说 对那些为民主和民主事业正在奋斗着的国家 团体和个人来说 民主峰会也是一个鼓励 美国计划与其他国家合作 限制专制政权 用来压制人权的监视工具和其他技术的出口 中国政府常常被指控 以科技手段对其人口进行监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政府官员星期四表示 将与友好国家发起一项倡议 以制定协调出口许可政策的行为准则 政府官员说 在这项行动下 参与国将分享有关针对持不同证件者 记者 外国政府官员 和人权活动者的敏感技术的信息 这项计划将在12月9日至10日举行的 美国牵头举办的首届民主峰会上宣布 将有一百多个民主国家政府参加这一峰会 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受到邀请 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 全球范围内数字监控的发展 促使了美国领导的对控制监控科技出口的努力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晚间通过了一项暂时的拨款法案 避免了政府短期出现停摆 让联邦政府的资金可以维持到明年2月18日 此前 国会领导人化解了两党在联邦疫苗强制令问题上的僵持 这项法案现在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国会领导人星期四早些时候宣布 他们已达成让政府再预行11周的协议 并将开支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同时增加70亿美元 用于援助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员 中议院投票通过这项法案后 参议院立即宣布了一项协议 让参议员们很快就这项法案进行投票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宣布暂停中国赛事的决定 获得西方舆论和观察人士的普遍赞同与喝彩 从知名网球选手到人权活动人士都发声支持 也把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浪潮推至新高 WTA的决定让我激动不已 曾在2008年夏天到北京抗议中国人权问题 呼吁抵制奥运会的马哈尼牧师对美国之音说 与马哈尼一样的激动情绪也反映在不少美国网民的推文中 在WTI宣布暂停赛事的推文下 有着这样的评论 了不起当权力被追责的时候 所有运动员都获益 还有WTI为人权护航的行动超过了联合国长期以来的作为 另外还有西蒙你打出了王牌你创造了历史 以及我们把赛事移到台湾吧 出重拳吧全世界都在支持 今天为这个机构而骄傲 这是人性的重大胜利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12月2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83万2302人 死亡78万5907人 截止到12月1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778,916人 死亡9,380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为173,905人 死亡2,082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为99,605人 死亡974人 Spokane County确诊病例99,605人 死亡1,098人 Snowish County确诊人数72,674人 死亡805人 Clark County确诊人数45,443人 死亡549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45,375人 死亡635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32,367人 死亡388人 Franklin County确诊人数20,731人 死亡182人 目前华盛顿州因新冠病毒住院 43,217人 已接种1078万6632剂疫苗 金县地区委员会 即将完成其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划定金县议会地区边界的工作 委员会正在征求关于修订后的 分区总体规划最终草案的书面公众意见 该草案将在12月8日晚上7点 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分区总体规划最终草案 可在金县分区委员会的网站上查阅 一共查阅和评论 书面公众意见可在12月8日会议之前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districtingatkingcounty.gov提交 委员会网站上提供了 关于其他提交选项的信息 对许多西雅图国会山选民来说 12月7日将被标记在他们的日历上 在这一天 第三区社区将投票决定 西雅图市议员Kishama Sawant 是否会在有争议的罢免投票中 保住席位或被罢免 西雅图的第三区包括 国会山、第一山、麦迪逊公园和中央区 Sawant于2013年首次当选西雅图市议会议员 随后在2015年和2019年的选举中再次当选 根据华盛顿州宪法 如果当选官员在职期间 犯下了某些独职或独职行为 或者违反了他的就职宣言 则可以罢免该当选官员 目前支持罢免和反对罢免Sawant的双方 各自筹集100多万美元的经费 因此这次有关罢免他的投票 将是势均力敌的 周五州最高法院表示 华盛顿最新的划分委员会 突破的一项计划 基本符合法定期限 并拒绝为该州采用新的重新划分计划 这份长达五页的命令 由所有九名法官签署 重新划分委员会于11月16日 就反思计划达成了共识 但未能在11月15日晚上11点59分的 截止日期前完成 由于没有及时提出计划 该任务随后交给了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 根据华盛顿州卫生部称 自11月3号起 资格扩大到包括他们以来 华盛顿州已有超过 12万9千名5至11岁的儿童 接种了第一剂辉瑞Biotech 儿科COVID-19疫苗 根据市长珍妮德肯的说法 截至12月1日 西雅图5到11岁的儿童中 有超过56% 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华盛顿州5至11岁 儿童接种第一剂儿科疫苗的人数 在大约两周内翻了一番 到11月15日 已就超过6万名儿童接受了第一剂疫苗 到12月1日 这一数字已增至12万9千多人 卫生官员说 虽然COVID-19在儿童中通常比成人轻 但儿童仍然可能病得很重 并传播疾病 让儿童接种COVID-19疫苗 有助于降低他们感染的风险 并减少他们住院和死亡的机会 华盛顿有13名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死于COVID-19 由于COVID-19协议 华盛顿大学周日对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男子篮球比赛已被取消 华盛顿大学田径队表示 12月5日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球馆举行的比赛 将不会重新安排 克斯基售票处将通过电子邮件 与持有门票的粉丝取得联系 以提供更多信息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云 最低气温华氏40度摄氏4度 明天有雨 降水概率75% 最高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从李肖鹏的上任不断判断 体育管理部门已经进一步介入国家队的管理工作 据了解李肖鹏在接手中国队后 其在武汉队执教时期的助手班子将不会随他执教国族 至于由谁来附作李肖鹏执教 他本人目前都不太清楚 具体人选有待体育管理部门与中国族协沟通进一步明确 北京时间12月3日4点15分 2021-22赛季 英超第14轮一场交点战 展开争夺 曼联主场3比2立刻阿森纳 洛维和厄德高进球 比肺打破球荒 西罗没开二度 曼联近四轮首胜 阿森纳客场连败 北京时间12月4日 NBA官方公布了最新一期的MVP榜单 依旧是库里和杜兰特领跑 字母哥哥升至第三 约其数降至第四 库里上周排名第一 赛季场均数据27.8分 5.8篮板6.6助攻 杜兰特上周排名第二 赛季场均数据28.6分 7.5篮板5.6助攻 北京时间12月4日凌晨 2021斯诺克英锦赛四分之一决赛 结束了最后两场比拼 中国独苗赵新彤 在大比分0比2落后的情况下 突然发威 凭借五感50加连胜六局 以大比分6比2 逆转捷克利索夫斯基 职业生涯第二次 闯进排名赛半决赛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59.71点 或0.17% 报34580.0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95.85点 或1.92% 报15085.47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38.67点 或0.84% 报4538.43点 截至发稿贵金属市场方面 Comics黄金期货上涨21.2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783.9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下跌0.28美元 收于每桶66.22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 报收于每桶69.88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53122.52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至到周五收盘 上证指数上涨33.60点 报3607.43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24点 报23766.69点 日经指数上涨276.20点 报28029.57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637.64元人民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Kristalina Georgieva预计 随着新型Omicron病毒导致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 IMF将下调对全球经济反弹的预期 Gorgieva周五表示 我们可能会看到IMF于10月 做出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被下调 他说新冠病毒的毒株会非常迅速地削弱信心 10月份IMF预测 全球经济明年将增长4.9% 该机构将2021年的预期下调至5.9% 周五投资者对科技股的广泛抛售 使大头姐凯西伍德的旗舰基金 ARKK遭受重创 截至收盘ARKK收跌5.54% 报93.53美元 该ETF本周下跌12.6% 为自2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周 周五 美股成交额冠军特斯拉收跌6.4% 成交310.3亿美元 根据周四提交的监管文件 在最新的交易中 特斯拉CEO马斯克卖出了约93.4万股特斯拉股票 价值约10.1亿美元 11月8日以来 马斯克累计出售约109.82万股特斯拉股票 占起此前承诺股份数的59.2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利奥和亚丘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彩编是行文路易状和小源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 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下载中文电台 手机u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 欢迎您的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收听